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刚刚中油发了一个最新的声明 回应今天媒体报道说 中油的油价可以说是涨多跌少 涨的时候涨的比较多 跌的时候跌的比较少 中油的声明稿澄清说 国内的油价都是依照 浮动油价调整机制的作业原则来办理 非常公开透明的公式 他说媒体所报道的计算方式的基准不一样 会误导民众 中油表示不解跟遗憾 就是说他的公式是一定的变数进去 就会有一定的结果 不会是涨的时候涨的比较多 跌的时候跌的比较少 有这个现象出现吗 涨的时候涨的比较多一点 数字高一点 然后跌的时候跌的比较多 今天是有媒体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博文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大家都没花 公式有没有动手脚 对 因为那个公式 其实你到中油的网站上面就有 问题是跌五 他说我都公布了 那你就把那个什么国际原油的 不同的那个原油价格 就把它丢进去 对 丢进去 然后算一算出来 所以每个礼拜五 刚刚主持人说每个礼拜五 他都会直接预估 所以你注意看 礼拜五的日报他就写了 然后礼拜五下午五点的时候 中油就固定的记者会 然后就宣布 但是民众满不满意 我必须问中油 你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不管国民党执政 民党执政 但是中油给我的长期感觉说 我很辛苦啦 我很累的啦 我贪的钱就这样而已 我国营失业的这个负担 可是民众对中油永远不满意 这中油一定要检讨 中油如果不检讨的话